当地时间9日 美国联邦政府交通部联邦汽车运输安全管理局宣布 美国17个州和华盛顿特区进入紧急状态 以应对勒索软件的攻击 该攻击迫使美国最大的成品油管道系统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 关闭了一条关键的运输管道 此管道承担美国东岸45%的燃料供给 美国主要燃油燃气管道运营商科洛尼尔于当地时间8日发布声明称 其在5月7日受到黑客攻击 被迫关闭全部管道运营系统 专家指出 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遭网络攻击的严重程度 取决于勒索软件的入侵程度 如果勒索软件入侵了该公司直接面向输油管的操作网络 问题将更加棘手 网络安全领域的专家表示 科洛尼尔公司在发现网络攻击后迅速关闭了操作网络 以阻止勒索软件进一步入侵 这样做虽然会在一定时间内造成燃油断供 但可以制止更深远的影响 据报道 受网络攻击影响的系统管道长达8850公里 每天运输250万桶汽油 柴油 航空燃料和其他精面油 是连接墨西哥湾沿岸炼油厂以及美国东部和南部的重要管道